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5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这个最新的消息 美国陆军发布一个消息 正式公开发布 已经成功在菲律宾部署了美国最新型的 叫做台风 也叫提风 英文叫台风 这样一个中程导弹进攻系统 可以直接发射战斧讯号导弹和SM-6多用途导弹 不仅仅可以防御 还重要的是可以直接攻击啊 是中程导弹 这美国陆军部署这个向北京政权和整个地区啊 中共的这个邪恶军力啊 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这是就是直接在中共的后院部署这个 就是对着中共的邪恶啊 这些军事力量去的 这个部署了 已经部署不止一个地方啊 是菲律宾几个美军基地都部署了 你看 并且还发布了相应的部署照片 4月7号的时候 一架C17美国的运输机抵达菲律宾 从运输机上卸载这个台风武器系统 中程导弹啊 系统 你看啊 这个 几个基地啊 军得以部署 可以说是啊 这里有专门的部署的 位置图啊 在菲律宾的北岸 岛屿的北边 然后还有这个布置的整个的照片也出来了啊 发射器组成的完整的电池图 以及基于拖车的指挥所 大家看啊 这个 并且 也通过这这一片啊 美国这个军事的一篇网站 网页 把这个台风的啊 整个的覆盖面 也告诉啊 中共国 将会打击到哪里啊 中共立即有反应啊 你看这个观察章网 说美军首次在飞部署中程导弹 每枚程可打到中国一海 这个中程导弹 中共也了解了是所属部队 是陆军第三野战抛兵团 第五营C连 一个连啊 直接部署这个中程导弹 说是具有里程碑 15小时内 这个当时美国空军的 62空军空连队 C-17环球霸王 运输机 飞行了15小时 超过8000英里 抵达菲律宾4月7号就已经抵达了 已经部署完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中共 绝对极其紧张 中共啊 也研究了这个系统 这是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的一部分 由洛克齐的马丁公司 以海军MK41垂直发射系统为基础 改装为半挂拖车式的路用发射装置 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以及兼容可用于反水面目标的 RM174标准 SM6弹道导弹 可以发射弹道导弹 该系统为美国陆军 2009年中程到条约到齐后重新提供的 陆基中程中导达击能力 美国陆军直接声称 就是应对来自俄罗斯尔中共国的广泛威胁 2022年底 罗马公司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首套中程导弹的发射系统 这个中程这套系统以发射链为建制单位 美链包括四部半挂发射车 一套指挥中心和若干相关后勤车辆主持 发射链编入特遣队的战略火力营 该营出中程能力发射联网还有海马斯 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和暗印高超音速导弹 发射链等单位 这个中程能力这套系统啊 由四辆半挂发射车 一辆指挥中心和其他若干配套后勤车辆组成 这个中共啊 也看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网站啊 也看到美国战区这个网站明确写道 这个提风的到来 向整个西太平地区市 特别是中国发生强烈的 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比向我展示了通过在西太平 更永久建设导弹系统的计划 说在该发射链啊 有多少部队在菲律宾部署 现在外界人无法获知啊 但是菲律宾现在有四个基地 肯定啊 一个连就是一套 你想有多少个连吗 十几套肯定是 几十套肯定是有的啊 一个连是一套还是几套 现在不得而知啊 这都是保密的 但是美国陆军啊 战区这个网站专门公布出来 就是已经配置完了 向中共国通报一下啊 告诉你啊 这个都准备好了 你怎么看啊 这个安安先生分享一下 我就觉得中共你拉了那帮子 邪恶联盟 他妈玩阴谋 人家美国这边就直接给你玩阳谋 对吧 我就部署好了 然后我告诉你你在哪 我在哪里 然后图也画给你看了 然后你这个很简单吧 你以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你派个无人机去侦查一下 然后导弹阵地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说你调入你的军事卫星去一下 你就这个不难发觉 你什么意思呢 就你我已经这边已经给你说了 已经部署好了 对吧 你已经在我瞄准镜里面了 你有本事你就打 你把我导弹阵地给打掉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啊 就是在这次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 完全被挫败以后 然后美国这边就开始有动作 就是说我直接都已经就跟你打名牌 我告诉你我这边有多少多少团队部署了 然后因为也就是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看清了 你就这点能力 对吧 然后就都是个笑话 所以说现在我告诉你在哪 你也没有能力来进行反制 所以除了打打口炮 其他什么都没有 卢德 美国啊 这些都是做完以后才说的 这是第一啊 记住 第二 想凡事部署这样的啊 这种导弹 它首先一定要部署防空 防空网络 并且这个啊 你看它是很明显 它是一个移动装置 车载版的 所以呢 它是到处走的 你是基本上找不到它 所以菲律宾啊 能够部署这个 那对于美国来说 还要防菲律宾啊 中共在菲律宾的渗透 是不是从地面敌后武功啊 把这个东西给 是吧 破坏 或者瓦解 是不是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啊 但是美国 就明显告的 已经有了 那就意味着 这些东西可能 都已经解决好了 是不是这逻辑啊 就告你 我有 你有本事 过来 搞我啊 把我灭了 是吧 就这意思 对啊 是不是这逻辑 那个节目 今天早晨那个节目 爆的那个 伊朗那个叫什么 国家利益委员会 对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对啊 对啊 那个名单 就是说 路德 你知不知道 你原来都说 有些东西是不爆的 对 然后我们之前 也就做了个铺垫 然后说啊 名单都有 对吧 什么什么人民都有 然后你看 为什么这个时候放出来 也就是问为什么嘛 反正都已经 该落实的事情 都已经落实好了 然后公开也无所谓了 迟早就发生的事情 对吧 这个一个一个道理 对 你看这个孙毅啊 中共 就 因为我们现在 之前跟大家说过 所有的战场 现在战场 打的是啥 打的就是提前部署 啊 美国这只是一个终端而已 那关键是 他这个系统能力 那更加强大 是吧 就跟那个 他的 这次防空的 防空的 这个能力 他是一个整个体系的运作 是吧 海空 路 天啊 以及 整个的 这个防你这种饱和式攻击啊 防你这种各种三群啊 这种攻击 既有人工智能 也有 既有人工 AI的运算 也有人 操作 你看这里有一个 你看啊 这个 而且你看啊 这是今天以色列国防部公布了 伊朗 大规模袭击当晚 位于特拉维夫 以色列国防部 总部下方的地下的 以色列空军作战指挥中 拍摄的视频 凌晨一点半啊 拦截行动开始 啊 你看 看到没有啊 这个指挥中心 基本上 对啊 不需要操作的 我看了 不需要操作的 很淡定 基本上都是 我说了这个系统 就是他自动的 自动的去 打的 知道吧 人工智能的快速反应 我跟你说啊 你看 现在就是 就是中共绝对会在分析 这整个啊 整个 这个数据 因为你现在 他打到底是用啥打 是用战斗机打的 还说说 还是用 无人机打的 或者是啊 某种啊 在天空的某种 别的什么力量 都不知道 反正就给你打掉了 这那么很厉害的啊 你要知道一点 呃 有战机打的 有战机 因为因为英国皇家 对有战机了 就是 呃 从那个塞浦路斯嘛 他们从塞浦路斯起飞 这个 然后呃 不全部都是那个呃 就是说那个反导系统自动打的 因为你你你肯定那个嘛 低价值目标 你肯定战斗机 非常去 然后呃 用那个空空导弹打 这个样子便宜嘛 对吧 然后呃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我看出来整个系统啊 他就是说 他肯定是太空中不 有有那个 就是说太空力量 这个你要想 你要这样子想 为什么 马斯克他之前SpaceX他发 就是说他那些呃 货运飞船 升空升空 好好多次升空 媒体爆出来的就就那么多次升空 他不爆出来有多少次 他这个网上面运什么 这个这个都全部都是一系列的 就是星空的那个部署啊 你你以为他就发发那个呃 什么星链那个民用的给你WiFi网络 这个只不过是他 中间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那个民用的 就是说顺带 我开放点商业 我也能够赚点钱 对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大战略 还是就是就是这套系统 呃 C4IS 就是说 他这个一定是要靠卫星网络 然后不然的话 他你你AI你怎么识别 你AI你识别 数据识别 识别了 比如说是无人机 有弹无弹 对吧 然后你你那个 还要把这个数据链 还要传给战斗机 因为战机起飞以后 他是要呃 他是要那个获得信息 还有坐标 呃 不然的话 无人机那么小 你靠雷达 你怎么识别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很很那个 就是说非常非常复杂 而且庞大的一套系统 就你看这次 参与 其实就是呃 奥库斯就是美英 就是最最呃 最上面那一层 就是说最高层次 然后去参加这个就是拦截行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这一次行动也就是对C4IS的那个实战的一次检验 就想看到底行还是不行 啊 路德 对 还有这个算力啊 算力 你要知道这个所有啊 在这过程中啊 你是怎么算啊 计算能力 这种高速 比如说啊 别人是10倍超音速 导弹过来了 你到底是多长时间要算出来 你如果比他的高超音速 因为高超音速速度太快了 可能0.00几秒就跑到你面前了 跟前了 你这个计算能力能不能到得了 能不能如此迅速的给他计算出来 这个算力只是第一 还有通信 是吧 通信能力 啊 因为任何稍微晚一点 等到你算晚了 那别人都到你们面前了 你你有啥用啊 所以你看算力是很关键很关键 你发现没有啊 对 而且 而且好在这次伊朗他用的东西啊 就是比较慢 你看他的那个无人机飞要飞几个小时 然后才能够达到目标领域 对吧 然后他最快的也就是那个他的几枚洲际导弹 然后那个洲际导弹的话 基本上我好像是舰二的那个 以色列的那个最先进的舰二的那个反导系统去打的 因为那个是从大气层落下肯定是超音速的 呃那个需要需要需要最快的去打 然后其他基本上都是怎么说呢 其他基本上就是说看来就是相对容易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个他那个呃 整个系统的他的那个构架 然后就是说运算怎么运算 也不知道 只不过现在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整个是一套庞大的系统 而且是需要很每一个环节的密切的配合 不然的话你只要有一个环节出差错 比如说你你通讯数据链你传不过去 然后那边战斗机就就瞎了就忙了 就不知道哪个目标该打 哪个目标不该打 所以这个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 就是说也是一个那个嘛 就是呃 既海湾战争以后 又给你演示一套新的打法 当初海湾战争的那套打法 不是也把所有人都震惊吗 啊路德 是啊 并且关键啊 这个算力刚才说 你要知道 几同时几百个啊 说是一百多个 这种高重型导弹过来 弹道导弹过来 你能不能算得过 这是很关键啊 很关键的 要识别识别也要通过啊 计算去识别调用 最后啊 来算 因为算完以后 你算出一个结果 算出一个值啊 因为你这个通信 你不可能啊 是吧 你如何啊 你不可能让这个单机 单机版本在最后最后再去解码的时候 你想在解码的时候 要要算很长时间 所以一般都是算一个很简单的值 然后对我传过去爬一个值 就可以了啊 它是一个正逻辑在这里面啊 但如果说啊 你这算力不够 算的值 到不了 你要 然后再让终端 再去花时间去算的话 那就来不及 知道吗 所以啊 这里头 这个系统是非常复杂的 我告诉大家 非常复杂 可以说是非常的 这个水平高 我告诉大家啊 绝对不是 大家想象的 中共想象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万一啊 是非常难度高 中共想做的是很难 咱们这期节目 先说到这里啊 谢谢 阿尔先生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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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